宋爷爷今天来到室外园区 给福宝送窝头 最后还摸了摸福宝的小胡渣 被摸了下巴后的福宝 好像很开心 兴冲冲地跑回了室内园区 迈着欢快的步伐 一路走到了小亭子上 福宝在小亭子上逛了一圈 感觉也没什么好玩的 便想从小亭子上下去 当福宝下去时 用了只有福宝一家 才会得独门绝技 用头爬楼梯 那就是先把头 塞入楼梯缝隙里 然后身子自然向外翻去 接着一个转身 成功从小亭子上下来 福宝这灵活的样子 已经快要超越 自己的爸爸乐宝了 而乐宝这边 为了不让福宝超越 都开始研究 反向爬楼梯了 而姜爷爷 此时则在隔壁的乐宝园区 跟姨姨们 宣传自己即将要上线的新节目 姜爷爷还补充到 这些都是节目组让自己说的 而今天还有我国的姨姨 跟姜爷爷用中文打招呼 夸姜爷爷很帅 姜爷爷你好帅 好帅 有姨一听出 姜爷爷回复的什么吗 到了下午时 送爷爷给乐宝 在室外园区的小堂椅上 堆了一个熊猫雪人 打算一会儿乐宝来室外园区时 给乐宝一个惊喜 不过 这是爱宝 还是福宝呢 一会儿乐宝来到园区后 先是给插在雪人身上的胡萝卜 拿了过来 将其吃掉 吃完胡萝卜后 乐宝为了感谢雪人站起身 给雪人来了一个大大的熊豹 但结果 没想到用力过猛 给雪人的头撞掉了 宋爷爷忙碌一小时 乐宝仅用一分钟 就给其玩坏了 等乐宝玩到最后时 雪人渣都不剩了